超棒 不知道學哪一家的話 跟著我就沒錯了 記得一定要來吃 好多人喔 我後悔為什麼只買一個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hish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廣帳市場的 相信大家就是最近來韓國 都一定會來廣帳市場吧 今天來廣帳市場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推薦 來廣帳市場必吃的美食 我已經做好我的功課了 所以跟著我走 今天就帶大家吃爆美食囉 Let's go 來韓國灣絕對不能錯過 已有100年歷史的廣帳市場 這裡已經成為了 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 從廚房用品、生活用品、乾貨、生鮮 甚至情聚通通都可以找得到 最重要的是 這裡可是聚集了非常多好吃的美食 今天就讓我帶你們一起去尋找 最好吃的道地小吃吧 其實廣帳市場呢 不是我第一次來了 可是每次來呢 我都覺得這裡真的是超棒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小吃 那除了小吃呢 其實它還有很多東西賣 今天我們要吃第一站呢 是出現過Netflix的喔 就是要吃Netflix的開國書 那我們去找一下那一家 因為現在其實天氣滿冷 而且早上還下過雪 所以呢 第一餐當然是要吃熱騰騰的一碗麵 哇天啊 這個超多人的 Oh my God 我們要排隊了 今天是一個排隊行程 因為今天帶大家去吃的呢 都是排隊的美食 好多的 喔 我們一個是叫了一個 因為這兩個都是他們這裡的招牌 然後因為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這個凳子是有暖氣的 就是有點熱熱的 所以如果你們怕冷的話不用怕 就是和你做的屁股是有點熱熱的 很舒服 謝謝 來了來了我們的餃子 來了來了我們的餃子 我發現你一件事嗎? 它那個冬粉 對 好驚訝喔 因為韓國的饅頭呢 其實我有點不喜歡是它有加冬粉 我也是 但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加冬粉 但這家沒有冬粉 所以我覺得是超好吃的 我們的這個開口鎖出來了 這些麵呢 都是那個老奶奶親手擀 親手切 然後親手煮的 看起來就是非常 配泡菜一起吃 很Q耶 很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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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感覺它的那個湯頭 雖然看起來很清淡 可是它是很有味道的 很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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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吃完了開口鎖呢 我們現在來吃第二樣美食了 來廣醬市場呢 必吃的就是 Pindado 就是綠豆餅 那其實廣醬市場呢 其實有非常多家綠豆餅 到底要吃哪一間呢 其實有很多人說 大概你選一間都可以 因為其實都好吃 可是呢 我做了功課就是說 韓國人呢 是覺得 59之1這間店呢 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 我們 就來排一下 因為其實這間店也是最多人的 我們買了這個59之1的Pindado 他們家呢 有個特點就是 他們沒有的坐下來自能就是外帶 我們來吃看吃這個 好燙 好脆喔 其實綠豆餅呢 就是裡面有 綠豆泥 然後有芽菜 然後一些蔬菜 然後這樣子 做成那個盤酒呢 然後就拿去煎 它好吃 而且它一整大塊5000塊 是把它切成絲片嘛 所以如果四個盆鹽起來的話 一人一塊我覺得是剛剛好 我覺得這間綠豆餅 其實另一個非常棒 是因為它裡面是非常濕潤的 因為其實我吃過一些綠豆餅 是裡面非常乾 為什麼會乾呢 就是因為它煎了太久 它已經煎熟了 放在旁邊 它賣給你的時候呢 再煎多一下變熱 這樣子裡面就已經 把它的水分煎乾了 所以不好吃 大家真的是要吃59之1 雖然沒有的坐下來 但是來市場就是要邊走邊吃 那我們下一家吃什麼呢 我們下一家也是要吃 來廣葬市場必吃的 生牛肉 跟大家商量選賣 Os Trip Oh my god i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一间吃生牛肉 这一间呢在广州市场真的是非常有名 它呢是米其林籍的 然后我每次来吃呢我都觉得超赞 那会是想要再回来吃一款生牛肉 所以呢大家如果敢吃生牛肉的话 一定一定要来广州市场吃 我真心真心推荐 真的是必吃的必吃啊 你看这颜色真的是鲜红的耶 好吃 而且它会搭配这个梨子所以呢 跟甜甜的梨子配上生牛肉一起 大家一定要来点这个香油他们的灵魂酱汁 哪一块生牛肉点这个 超香 真的是整个牛肉真的变得很不一样 必须是大家一定要来吃 他们会附这一碗热汤这个是那个萝卜牛肉汤 他们这个汤也超赞的 来广州市场呢其实有两间店是真的非常多人真的要排队的 那我们先来排第一间就是来吃 它的猿先把它的 应该是我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面包类的 是炸面包 然后这间真的非常有名 然后大家都说就是来广州市场一定要来吃这家 看起來真的是很誇張 因為其實也是有韓國人在排隊的喔 就除了觀光客之外 所以我沒有吃過 那我們今天就來吃看 我們買了這一個馬花捲跟紅豆的 豆乳 先來吃這一個馬花捲 它是現炸然後在那邊一邊做一邊炸 所以 看起來是蠻好吃的 很好吃欸 它非常的鬆軟 很好吃 不過也有這麼多人排隊 真的是好吃的 我們來吃看這個是 裡面有包紅豆餡的 也蠻不錯的 因為有紅豆餡 所以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如果你們不喜歡吃太甜的話 我建議吃原味的那個馬花捲 超讚 好吃欸 大家來廣告市場一定要去排隊喔 讚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最後一站 就是要來吃這個非常有名的鯛魚燒 因為它有很多特別的口味 其實這口味也是真的不常見 因為我們平常見到的口味 就是紅豆跟奶油 但這裡真的夠創新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買來看看 然後來跟大家說這些新的口味 到底好不好吃喔 我現在來到我們的 我們拍了大概30分鐘吧 我們買了兩個鯛魚燒 一個是地瓜起司口味 然後這個是披薩口味 這兩個口味確實在路邊 其實真的很難看到 他們都是剛做好 所以是熱呼呼的 我們先來吃哪一個 地瓜啦 地瓜好 好你們看喔 它是超大個的 真的 它跟以往的 就是鯛魚燒真的不一樣 哇 那個起司都是大大塊的耶 它加了這個蔓越莓醬 所以呢它應該會帶點甜甜的 它很特別耶 地瓜是甜的 然後起司是有點酸酸的 然後蔓越莓醬有點甜甜的 我後悔為什麼只買一個 很好吃耶 我要再去買後 我要排個30分鐘耶 真的很好吃 拜託大家一定要來買 排隊值得 真的是 在外面很少可以吃到這樣的口味 是真的很好吃 嗯 真的是披薩 嗯 好好吃 請你們 真的要來買 這一家的鯛魚燒 超腿 好了那我們就結束了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廣站市場特集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個人覺得廣站市場確實是一個大家蠻值得來的一個市場 因為真的有很多好吃的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幾樣美食呢 確實也是非常有人氣的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來廣站市場的話 就跟著我的路線吃就沒有錯啦 那如果要問我哪一個最好吃呢 我個人覺得 嗯 嗯 我最喜歡吃鯛魚燒的那個 地光口味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甜鹹甜鹹的 真的搭配的很好 是意外的覺得它很搭好吃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一集的廣站市場特集啦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去哪一個市場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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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